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讲《若王福音》十八章 讲耶稣当时被捕的时候 在晚上的时候来到橄榄园来抓捕耶稣 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就在那个园子里面 圣经在这里特别讲到说 耶稣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 便上前去问他们说 去问这些来抓捕他的人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纳扎勒人耶稣 他向他们说 我就是 出卖他的犹打斯也和他们站在一起 耶稣一对他们说了 我就是 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 于是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纳扎勒人耶稣 耶稣回答说 我已给你们说了 我就是 你们既然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我想这些人当他们去抓捕耶稣的时候 他们一定想到耶稣听到风声一定会逃跑 所以他们要拿的东龙火把 所以当他逃跑的时候他们能够抓到他 而且还带着棍棒所有的东西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耶稣没有逃跑 非但没有逃跑 耶稣迎着他们走来 这个是大出意料 所以当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 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 可能是人们就往后拥 然后来抓他的人就摔倒在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太出乎意料了 没想到耶稣会自己把自己交付出来 所以我们讲说他们抓到耶稣 与其说是抓捕耶稣 倒不如说更确切地讲是 耶稣自愿地交付了自己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说 当耶稣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说怎么样逃走 怎么样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 而首先想到的是 在天父的计划里面 什么是天主的计划? 他知道这是天主的计划 所以他说他既然知道这些必然要发生 因此他主动走出来 面对来捉拿他的人 这个时候耶稣也是教给我们 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 这些紧急的关头 应当如何面对? 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 如何做选择? 耶稣的做法激励了许多的人 一代一代的人 记得有一次台湾以前的总主教 笛纲总主教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到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问他说 你怎么想到会做神父啊? 他就讲 他说当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在河南的农村 当时他们那个时候有教堂 正好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 他说当时的军队 士兵就来到他们村子里面 大家父女老幼就赶快藏 藏在哪里呢? 就藏在他们村子的教堂里面 他说几百人就藏在这里 可是日本的士兵 河枪实弹的士兵 他们就往村子里来了 来了以后就往教堂里来 而且进了教堂的庭院 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然后他们就直奔教堂的大门 就在他们要开门的时候 他们堂里的神父是一位外籍的神父 他就从里面走出来 就挡在士兵的面前 不允许他们进入教堂 那这些士兵就让他让到一边去 他说除非你们杀死我 你们不可以进入这个教堂 那双方就对峙 对峙了一会儿以后 他们的当官就让士兵退下去 后来他们就撤走了 那一天他们就没有进入教堂 当时在教堂里面的 就是狄刚后来成为总主教的狄刚 他也是在里面的孩子之一 就幸存了下来 他告诉我们 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面对生死攸关的时候 我们看天主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 那你说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 不太会遇到这样生死攸关的事 但是生活里面的选择 时常会有 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逃避呢? 还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 面对我们的时候 我们最自然的是想逃跑 可是你发现你逃到这里 好像下一次你还会遇到同样的麻烦 你今天躲过了 明天好像这问题又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不要见问题就跑 而是看耶稣如何面对 有勇气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就像耶稣说 你们找谁 我们在主耶稣内也有那一份勇气 面对困难说 你要找谁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主佑平安